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的四方茶老将香酒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少少二码了解一下 2024年老杨到处说 要走读全世界 一夜中下旬吧 跟着老杨一起走读日本 因为快放寒假了 喜欢历史的小朋友 跟家长一起同行 我们非常欢迎 我们深度解密 那场明智维新 是如何把龙儿小国 变成东亚强国 并彻底改变中国 现代化进程的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同行 最近有一篇文章 我是这么看 疑似高级黑的文章说 国安抓经济 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声势壮举 未为奇观 旅美的财经学者 不是财经学者 就是博客博主 蔡胜坤 公开提醒习近平 忠诚成一心 其心可意 又成为奸诚的危险 我是个人认为 这一篇疑似 高级黑的文章 题目呢 叫做 国安抓经济 改革开以来的盛世壮举 文章说的 2023年的12月13号 14号 15号 国安部连续三天 重磅发生 聚焦经济 标志的国安部成了中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手 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个伟大创举 特别是12月15号 国安部一早发表的题为国家安全机关建立助牢经济安全屏障的文章 指出当前经济领域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战场 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在上升 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既要克服一些内部困难 也要应对着外部挑战 比如 各类意图唱衰中国经济的层次烂调不断出现 这是阶级斗争的动向 他认为这个本质是妄图以种种虚假叙事构建 中国衰败的话语陷阱 认知陷阱 以持续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进行攻击 否定妄图 妄图对中国开展战略上的围堵打压 就是用口水来喷你 对这个打压 这文章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以贼海钻贼的方式 二一编造 安全替代发展 排挤外资 打压民企的虚假叙事 重弹中国威胁的层次烂调 故意制造调动和放大 安全的发展之间所谓不可调衡的矛盾 真实的目的是 捞乱市场预期和直系 阻断中国经济向好的势头 你真有向好势头 不需要人家阻断 一辈子都没有阻断过 为什么现在就要阻断 他认为国家安全机关要依划打击 惩治 打击和惩治 经济安全领域里面 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患者活动 为高质量发展 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会同有关部门 持续有效防患化解 经济领域的安全风险 坚决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就考到底线了 所以他要为中国式的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伟业 贡献国安的力量 了不起 国家安全部站到第一线了 这个文章说 此前一个多月不止这三天了 国安部已经数次提及经济安全 营商环境产业政策等问题 他就想这是释放什么信号 我们也不知道 当然肯定是各个部门 闻风而动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的部署 扭转不少人的中国经济趋落意气 又要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国安部连续三天花文聚焦经济 但不是闹着玩 而是要在今后的工作中 打击网络上有害中方经济的言论 做一个重点 谁唱衰中国经济就严厉打击谁 谁敢在经济问题上乱说乱动 国家安全部一定要敢抓敢管 这个文章说 这个我认为是刀鸡黑这个文章说 相信在国安部门的有利介入下 中方经济光明论一定会畅响 中国的经济一飞冲天的势头 一定会继续保持 中国对外贸易一定会距离不扩大 外资外企一定会大量涌进中国 中国就业形势一定会供不应求 总为一句话 在国家安全部有利的介入之下 中国的经济一定会芝麻开花节节高 国家安全部门一向是很低调的 他的工作方向和性质也决定他必须时刻的低调 国家安全部的前身调查部 调查部的前身社会部 过往都是对敌斗争收集情报派遣间谍掌握敌情舆论的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部门 一般深藏不露 当然也有一些历史经验教训 在百年党史上 但凡这类部门的工作重点和方向侧重于对内的时候 就这些延安整风时期的审干 进程支出的审干述反 历史党内斗争的专案组的设置 尤其是文革十年浩劫 康生利用调查部作为打击老一辈革命家的专案组 使得这个部门让杨尚昆 让邓小平 让李先念念王震治的元老师深入痛绝 并加以撤销调查部 重新组建国家安全部 这当然也是一个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 旅居美国的蔡尚昆 在他的博客最新写的文章 习近平需要警惕 忠诚陈一新 正在变奸诚 这个有点污名化 矛头直指 县内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 蔡尚昆劈头盖的一句话 很多人不清楚 国家安全部对大咖 对网红 对经济学者 唱衰经济定什么罪 按照国安部的说法 稳稳的是危害国家安全罪 他说这个罪 律师都不敢辩护 这是律师都不敢接案子的罪名 国家安全部对外宣称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 要依法打击惩治 经济安全领域中 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的活动 为习近平的高水平安全保障 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一保驾护航就有问题 杨尚昆兄弟 被邓小平给打入冷宫 就跟保驾护航 这四个字有关 社交平台上已经通知博主 不要再发表 唱衰中国经济的人 否则就已经有触碰红线 10月10号 国家安全部的公众号的刊发 国家安全机关坚决助牢 经济安全屏障的文章 强调多手段 全方位高效力 用对经济领域 国家安全新挑战 文章当然也就强调了 坚决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啪啦啪啦一大堆 要打组合拳 等等的事情 要坚决依法打击 惩治经济安全领域 危害国家安全的 违法患者活动 2015年7月5号的股灾 那些始作庸子 为什么到现在没有被惩治呢 那些参呼其中的高干子弟们 为什么被被惩治呢 陈一新这个文章没有交代 蔡申坤认为 国家安全部自陈一新入主之后 一改以往的形式风格 隐难替代了中共中央宣传部 到处喊打喊杀 吓跑了外资外商 也吓跑了有点常识和理性的各路精英 现在把枪口指向 唱衰经济的财经学者 连唱衰经济都进入了国家安全机构 监控的视野 你说这个天底下 谁还敢说一句中文话 他说不知道这个陈一新 是典型的低级红高级黑 还是仗着他是枝江勋军的主力 故意要给习近平挖坑埋雷 如果是枝江勋军的主力 怎么敢给习近平挖坑埋雷呢 所以这个话逻辑上不通 蔡胜坑说 国安部成立以来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赤膊上阵 动辄喊打喊杀 他说现在不仅国际社会无所适从 还让投资者望而却步 他讲到恶果 大家不知道国家安全部 干嘛要这么的声张 进了这个蔡胜坑 又捅了陈一新一刀 究竟这陈一新揣摩圣意 想为习近平指明方向 还是别有用心起动了搞乱经济 搞垮中国进了乱中篡权 这个太严重 我觉得这个说法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但是他虽然说出来 习近平他说应该高度警惕 陈一新这类的忠诚 免得被他带进阴沟 他想把他拿起来记齐 这个话说的有点不太理性 首先第一我不完全赞同蔡胜坑的观点 尤其是貌貌然的给陈一新戴上的大帽子 把中层兼层做了一个轻率的转换 我个人认为很不严肃 而没有太多的事实根据 第二国安部高调介入内部舆论场 扮演保驾护航的角色 给人有一种时空转换或者穿越的幻觉 就像现在社会各界纷纷表态 呼应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的要求一样 第三 经济安全当然也是属于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华尔街的大亨 跟这边的权贵子女 内外勾连 却起国家资产 大量的流失 这算不是违反国家安全 陈一新部长会不会抓这些案子 没说 国家安全部门关注经济安全领域的动态发展 无可厚非 但是不要表现过于的活跃 引起外界的警觉 出现负面反弹 也是意料中的事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当然历史不能这样类比 当年国民政府的军统总统 也曾揭露过打击 战时或者光复之后的贪污 无弊案件 等那时关于中国的国民政府的经济领域的事务 一般都是财政部门 经济部门 金融部门的首长出面 我们什么时候看到 戴笠 毛人凤 陈立乎 陈国乌等人 出来随意的指点江山 第四 陈一新曾经给外界的印象形象也不错 印象也不错 他接掌的国安部 应该就是习近平的亲自的指点 就跟当年选拔秦刚李尚服一样 现在中国政坛遍地都是之江新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但如何拖延而出 这些也很有难度 蔡奇的前所未有 以一种亲信静香献中保重 我觉得在官场上完全可以理解 但的确要掌握一个度 过忧不及 一定会出现反面或者负面的效果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有一个人打成反面 写给我 已有一个人打成反面 也放着 还是有一个人打算 要 感谢观看